华信航空2016束光百万专机 送爱到台东哈拿之家 让今年第一道束光 由飞机上的104位乘客来见证到了 原先台湾本岛第一道束光会出现在三仙台 结果不料天后不作美 而透过华信航空束光专机 送爱到台东 帮助弱势儿童的乘客 竟然比地面守候的民众幸运 抢先20分钟目睹这次难能可贵的束光美景 束光专机 元旦早上7点钟飞抵台东机场 台东县长夫人陈林燕 以及县府官吕处处长江慧卿 陪同加利利基金会哈拿之家执行长吴芳芳 欢迎束光专机送爱新的旅客 同时与三位艺人及机组人员 在飞机前合影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此次一同送爱新的三位男艺人 除了称赞日出美景 也不忘替哈拿之家来做公益 帮助这些在两岁以下的这些遭到遗弃的孩子 我觉得我们在这边登高一呼希望能够达到一些抛转隐喻的效果 把这种正能量不只是在演艺圈里面能够发酵 就是透过媒体能够让整个社会都能够感受到 就是行动就从今天开始 执行长吴芳芳对于各界的爱新也表示由衷的感谢 感谢华新航空公司 还有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县长夫人的帮忙 还有呢谢谢这几位艺人 他们完全就是公益的性质 还有做这一班束光包机的这些旅客们 谢谢大家 另外专机上一对情侣化解口角 飞抵台东时南方成功的向女友求婚 华新航空表示 今年元旦特别安排了两班台北非台东的束光专机 加上一班高雄非花莲班机 将总计大约台币100万元的机票收入 全数都捐赠给了收留花东地区 两岁以下起因的哈拿之家 让他们能够建造属于自己的新家 也希望更多的乡亲 共同来支持和帮助哈拿之家 动台新闻吕欣采访报道